新一批白居易购买力占被消化,未保价第二市场资座房屋造价有所回远。据香港房屋委员会资料,9月份公屋及居屋同类成交临时数字6177宗。 个别市区居屋诈现低价。其中由唐里安苑两房以546万元售出。为屋苑近两年半低位。房委会资料显示,8月第二市场买卖临时数字为155宗。 相比下9月份增加22宗。该会于本月中将会更新上月份的传越成交数字。而8月份传越同类交投为259宗。 资料显示,未保价之座房屋买卖于6月份677宗历史高位。而过去数月同类交投均已跌到约200至300多宗的水平。 反映白居二购买力开始见底。令其内出现跌价情况。根据该会最新资料。 李安苑9月6两宗成交。其中一个实用面积约516方尺低层户以尺价约10581元逆手。 同属市区居居居居屋的牛池湾庆历历院。该盘一个低层单位。实用面积约402方尺。 成交价248万元。尺价约6169元。为屋院尺价近5年新低。此外。 平州居屋平例院计2007年后再6二手买卖。 该盘实用面积约642方尺单位。上月以298万元逆手。 尺价约4642元。新居屋楼价值继续上扬。沙田家顺院再6破顶成交。 项目一个低层实用面积约449方尺单位。 成交价596万元。尺价约13274元。 创屋院新高。